好,欢迎大家回到新闻联播 首先回应一下昨天有些观众对我们的节目的留言 有些观众说,我和Samuel的表演其实都未如理想 可以做得好一点 我自己也觉得是的 所以未来希望大家还可以支持我们 我都可以让大家看到我努力的成果 一直做到特卫史 是的 据说有位Samuel的父号,吃鸡翅 他煮些宾妹煮些鸡翅,煮得不满意 他一年吃了两个星期的鸡翅,烧到德为止 是的,所以学这个宾妹烧鸡翅的精神 希望努力 我们就来今天新闻联播 好 第一宾,其实也讲一讲印度 因为我们本台也关注印度的疫情 其实前两天印度有些地方选举完成了 其实那个省一直都不是莫迪领导的党赢了 你讲哪个省呢? 这个是西孟加拉邦的 那叫邦,不是省的 西孟加拉邦顾名思义持在孟加拉那里 因为孟加拉就是东巴基斯坦 最初是伯特比尔巴基斯坦的 但是西孟加拉应该是信印度教的 但问题是他讲孟加拉话的 所以他跟孟加拉是同文同种 孟加拉其实现在我们觉得很贫穷 但是近期经济发展得很快 就比印度更快 而现在孟加拉不是什么 当初孟加拉其实是很富裕的 很富裕和文化水平很高的地方 他的富裕程度和文化水平程度 一直都高于印度本土 大家很出名的巴加尔角达 就是在孟加拉的 而大家说很多印度很出名的人 譬如说是 我既然是泰戈戈尔 即是任务第一个拿諾貝尔奖的人 以及应该是那个拿经济学奖的人 说扶贫 主席是搞人行的那个 不是 那个就不敢回答 另外搞扶贫那个 搞人行的那个拿和平奖 搞扶贫 我一时之间说不出名字 他证明了用什么制度 可以能够 即是贫穷是因为没有民主 不是 饿死是因为没有民主 有民主地方是不会饿死的 其实他大概是这样证明了 那个是去英国的 那些都是从孟加拉出来的 但我不知道属于哪一边的孟加拉 属于孟加拉的孟加拉 还是属于西孟加拉 就是西孟加拉帮和孟加拉 那其实他那里 就是刚刚宣举了 因为今年印度就有四个邦 和一个中央殖日区 都会做这些地方的选举 而那个西孟加拉帮 本身不是莫迪领导的党 有些是全印度基层大会党 那个西孟加拉帮 其实他现在的首长 都是一个女性 大家知道女性在印度重政 或者是要新居要职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这么说 印度是由女人做过总理 甘地夫人 印度 我想你低总性是比女人困难 那变成了其实那里 就是你一旦大家很开心 那你就自然就无视了那些防疫规定 那些大家抱着抱着抱着 就是很多人又不戴口罩 那变成了其实令到印度的疫情 都有一些阴影 还有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 最近有个媒体 他就采访了密... 密歇根大学的一个教授 其实他们是一个印度人的教授 他就开发了一个模型去预测印度的疫情 那其实他在今年2月底 就已经见到有些第二波疫情的迹象了 但是印度的人就好像不太听他们说了 而他最近又立了个选择 就说其实5月中就应该又会去到高峰期 到时其实应该每天就会有80至100万个新病例 还有他的死亡高峰就会在两周之后 即5月底 到时就大约每天就会死4500人 你让我看看那个... 我怀疑你这个说法 因为他应该是... 没错 他... 这个只是计算印度的疫情 是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的就是 因为印度疫情是禁了下来的 其实印度疫情是一个人祸来的 如果你用数学无形的话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会计算到全世界的疫情 就是世界疫情比较容易计算到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是... 第二波疫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即是如果纯重是我们... 我们是监察第一次上次的...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之后呢 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会有第三波、第三波、第二波是最重的第三波会轻点 其实那个是会有数学的 但是如果纯重印度二月来说呢 那个疫情来说呢 是有一部分人祸来的 就是... 就是... 那个是... 是不是一个能够... 就是说 如果你是很多地方一起发生的话呢 这就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恐惠药事件 但是问题是如果是个别的 就是我不能够知道你是不是... 就是... 70岁的时候... 每15岁的时候会生癌症 但是我可以... 一个特别人 但是我可以知道呢 大概100个人之中就有多少个人 或者1000个人之中就有多少个人 就是所以我怀疑他的模特 但是你是对的 他说就是在印度里计算过疫情 因为印度疫情有一部分是人祸来的 就是至少他们... 比如说莫迪就一直要坚持去选... 选他啊 接着就是去搞那些大型的... 大型的宗教治疗啊 那些都是人祸来的 但是... 但是他说 总之他数学计算得那么厉害 那就算他好事了 是的 所以就... 其实都很快 因为现在都五月初啦 其实五月中到五月底 其实都很快会出现的 而呢 一样东西都可以提一提 就是因为其实在西盲加拉帮呢 其实莫迪的党本身 其实议席就不是太多的 那虽然呢 那个帮他也是大比数落败 但是其实他的议席增长呢 是说的是多了 就是拿到80席 就是他本身其实只有三席 那所以变了其实呢 就是在很多地方 就是有选举的地方 那其实... 或者在不同的国家那里 那其实你有些灾难的疫情 就是如果你的政府控制得好的话 其实都是会对你的那个威望会加分 那有选举的地方 那其实有机会会会导致 就是你那个政党的议席啊 或者是那种支持也会增长呢 如果做得好就会增长 但是做得不好就会减弱 那很明显是什么减弱 但是好像就我所知 应该是反而是莫迪的那个 那是什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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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的党好像本身是执政党 但是问题只是丢了 而最后是反而反而来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是他的地方 那地方是执政党 好像是丢失了 他们慶祝是慶祝 慶祝他们失得多了 就我所知道 应该是慶祝他们 他们丢失了多了 那你可以查查的 那大约是这样的 所以印度的疫情 始终大家都比较关注 担心 我們都要多看時間,看看模型會否按它的預測,就真的會出現 我們看到一宗疫情的資料,就是日本 其實大家知道日本其實想搞東京奧運也有一段時間 但無奈就延期了,也是挺歷史性的 其實最近的消息就是,他們有六名奧運火具的全體工作人員就確診了 出現了一些集體感染的情況 這裏也可以給大家一點點 第一就是,本來日本是靠今次想賺多點錢 搞東京奧運也希望可以發大財 其實之前也投入了很多資金去希望促成一件事發生 其實在日本的商界也有扔錢進去 但因為疫情延後了,本來大家都希望去搞東京奧運也有錢去收拾 但其實現在沒有海外的人可以去日本當地那裏看 所以其實基本上都沒有收拾到多少 那變了其實... 對,應該是虧少一點 虧少一點,對 都可以這樣去說 但其實這個會不會因為搞奧運,搞不到,虧少了 但會不會擴大了經濟損失呢? 那大師你怎樣看呢? 我們這個問題說了幾次 大約是因為他沒有辦法不搞 因為他如果再不搞,他要賠很多錢 但搞了搞了壞,他不用賠錢 最多是虧少眼前 所以他現在盡量撐下去 但問題是賭場全部都開不了 本來他的賭牌應該是去年批的 但現在也批不了 因為實際上你都不知怎樣搞 所以已經是整件事已經被禁了 我不知他怎樣搞 但其實如果再禁下去 因為你開始有些工作人員感染 即是他有淘汰感染出現 其實都有機會會否搞奧運,搞奧運,中斷了 搞奧運,中斷機會不太大 但問題是因為他搞的時候應該都做了防備 但問題是你會完全沒有觀眾 那整個運動場很大,然後沒有人 很明顯,這個不用考慮 好,我們再看到一宗疫情的消息 就是在4月30日 在一本國際期刊 就叫做循環研究 他就刊登了一個報告 就是講說 其實這個COVID-19 我們大家以為是一種呼吸道的疾病 但那個研究就說 其實這個應該是一個血管的疾病 他就有一些在醫學上的研究 我不是那邊的專家 我只是講一些他發現的東西出來 第一個就是,因為COVID-19本身有很多 看似沒有什麼關係的病發症 但其實如果你把他 是歸類的呼吸道疾病 那你有些另外的病發症 大家就難以解釋 這件事其實在2020年 其實都有不少的專家 學者觀察到 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患了COVID-19之後 其實一些心血管病變的比例都會高一點 還有一些心肌炎、心肌梗塞、心臟水器等的情況 但如果現在一些研究已經發現了 其實他應該是要做一種血管疾病的 其實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大家知道 終於知道是什麼病了 其次就是 如何去治療或對抗他 其實也有些新的研究可以去做 我剛剛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講 因為有哮喘 他說COVID-19 究竟對抗菌病的人 是有沒有傷害呢 會不會是Version 他是沒有說沒有的 所以 因為抗菌病 就是呼吸的一個緊縮 而也證明了 你的血管收縮 會影響到呼吸問題 而是因為 你見到打疫苗的人 全部都是 有心血管問題的人 打疫苗之後 就很大程度上 腹狀出現在那些地方 那些人 所以很明顯 這兩件事 可能會有關係 但是因為 COVID-19 因為這些病毒 影響到心血管問題的時候 大家好像不太聽聞過 所以就這樣 但我從來有一個毛病 就是說 我有一個盲點 我這個盲點 就是我很喜歡 找一個原因 就是那個人 有一個 correlation 很容易就會相信 其實這個 不是很大規模 去被報道過的新聞 但是我覺得 他可信性很強 即逢是那個解釋 解釋能力 我是很注重解釋能力的 我是覺得這個 是很有解釋能力 就是解釋了很多 你解釋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是說解釋能力的問題 所以我就把這個新聞 拿出來說 那篇文章我看過的 那篇文章 其實不是寫得很 其實不是寫得很 是很有學習性的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我就覺得 他會是這樣的原因 我就覺得 令到我 因為那個 correlation 就是你解釋到 那時候的事情 就算你不是真的 因為他現在 都不是很 widespread 這樣說 整件事 我也覺得是很可信 所以我就特別 把這件事拿出來 好 都可以說多一點點 就是這個研究 它就是有 中國和美國的一些 相關部門的參與 可以看到 其實這件事 都有一些 在研究上 比較厲害的機構 去支持 所以其實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知道 這些媒體 其實都是在抄新聞 就是一度報了 大家就不斷 嘗嘗嘗嘗嘗嘗嘗 所以大師講的情況 可能過多一天半天 或者在我們講完之後 可能就會大規模出現 也不一定 是 那我看一看後續 因為他們大規模出現 都要再後續 做 further 再大規模的研究 如果要是穩陣的話 即是 這個孤症 屬於叫做 就是說 你要多多幾個 類似的研究 再做多幾個 一、兩月的時候 才可以能夠抗爭 好 我們就是拭目以待 這個研究 大家都希望疫情快點過去 以及快點找到一些 防疫的方法 我們說了一宗 國際大事 就是Bill基夫婦 其實都挺恩愛的 我看到他們 經常在一起 很多事情做 但其實他們竟然宣佈離婚 這件事都挺震撼的 我講一些背景招 給大家聽 其實他就在 在當地的時間 星期一 就在大家的Twitter上 出了一個聯合聲明 宣佈結束 這個27年的婚姻 當然大家的焦點都是 大家的身家這麼多 那怎麼辦呢 其實他們 大家的身家這麼多 但問題是 其實他老婆是一日子都沒有的 只不過是Bill Case 找回來 他會分給他老婆 是的 問題是我們一會兒去探討 就是有些人離婚致富 其實他們現在的身家是1300億美金 其實大家都預料 按他們的離婚情況 應該都分一半都沒什麼懸念 還有他們有個基金會 做很多一些科技 或者一些倡議的事情 其實他們的基金會的資產 都有580億美金 而他們最近都買了一層樓 按他們婚姻的一些共同財產 其實大家的樓都有一分 所以大家才沒有意到這個 離婚致富的案例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新聞之前 Amazon的創辦人 其實他最近都離了一分 離婚之後 他老婆就突然之間 成為了女性的富豪榜的頭幾名 因為其實在彭博自己的研究 其實有些人 特別是女性 其實大部份都是因為 他們繼承家產 或者離婚 而發達的 所以這個案例也有多一個 女性發達的方法 多數都是靠老公離婚 第一就是靠老公 離婚為死了 第二就是靠老爸 是比較創業的女士比較少 一般來說 我一直都說 女人是做事能力高 比男人高 但是她做管理是比男人好 但問題是做創業就男人好些 當然你做管理有很多創業 就是最上級的幾百分 以及最底層的幾十百分 都是男人來的 OK 一般來說就是這樣 但如果我經常說 如果是Bill Gates 我就不離婚了 我就不結婚了 就是這麼有錢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個應該跟了很多人 就是她秘書 總而言之一直跟著她 跟著她很多年 大家都最初覺得她不會結婚 因為她太聰明了 所以很難跟人相處 到最後都是離婚 但是至少生了兒子 我想其實呢 因為她的婚姻已經27年 27年前 其實應該大家都 那個時候 其實是否大家都未開始會想 結婚是沒有人想離婚 財產如何分配 那時候流行的 全部流行的 全部流行的 其實每一個人都這樣想過 所以到最後大家才 門當戶對 因為門當戶對 大家都沒有虧待 是 變了其實 這件事情 我個人 因為我讀歷史 其實我都覺得是 有時候一直有說 其實現在這個母系社會 就正在回來了 例如以前 女人就像財產那樣 即是男人 但現在其實 女人她有自己 越來越多的權利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富豪 無論她的錢 是本身繼承別人 還是她自己賺 還是她離婚之父 所以變了其實在將來 如果我們的聽眾 觀眾 有男生的話 都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 如何在這個 母系社會回來的時候生存 我想這樣說 你的思考是兩方面 第一就是你自己生存 你可以日市去生存很好 我覺得那些人經常搞錯了 就是 個個壞你都是好的 我們做股票的 就是要做相反理論 就是個個輸錢你贏錢 如果個個贏錢你贏什麼呢 個個贏錢你贏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在母系社會中 你可以在一個人海生存很好 經常說 一個政府 一個政府無能 全部人窮 是政府的無能 但你窮是你自己的無能 就算政府多無能 你都可以有錢 所以經常把自己的不幸 歸咎於政府 你自己的不幸是你的無能 你經常把一個大尺度 或小尺度去什麼 你自己輸這麼多錢 不是因為股票不行 或者是輸碼 不是因為你的碼不行 而是因為你不行 即是碼當然不行 抽你17%的稅 碼當然不行 但你可以在一個不得的世界之中 如果你是一個得的人 你便可以 賭碼就是 政府抽這麼多錢 大多人贏錢 但你做輸錢 所以你是Loser 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男人 你以為你是社會 那你便是一個Loser 你一個想是 不過我是贏的那個 即是 無論你女人多惡 我都是Top那些男人 即是你要這樣 這樣想 這個是一個 你死我活的遊戲的生存 好 大家記住一句 毛澤東說 自己動手風衣捉食 所以靠自己 那就搞定了 我們今天的要問 就講到這裡 我們就之後再見 拜拜 這些人說 這個就是 類似Ray Dario 他經常說 Wallon Buffett 那些都是傻的 即是 雖然你說他們股票 投資多厲害 但不用貨幣 反而我都說 他一點都不懂 其實就是因為 那個人解釋得很好 如果你要下鋪皮去做貨幣的話 閉下你以後就沒有下鋪皮了 就是說 所有的貨幣 是要非常之沒有用的 沒有用 是的 是越是沒有用的 你就越可以做貨幣 你不是在貨幣上做 所以紙幣 加上貨幣 那樣是非常之沒有用 是的 沒錯 就是一個沒有用性的 可以嗎 正如黃金 是天然金屬 也好 黃金會贏 因為它是最好的金屬 所有金屬最適合的 它符合之前的條件 都最多 但問題就是 加上貨幣 那樣東西 它是 最大的影響 就是它的直接競爭對手 其實是一個reserve問題 儲備問題 而儲備問題 它最大的競爭對手 就是黃金 而它最大的缺點 就是因為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competitor 拿槍就贏了 不過問題是拿槍 你也要有加密 正如你無論如何拿槍 中國拿槍 你也要拿美金 去reserve 對不對 你也要拿黃金 去reserve 甚至拿石油 去reserve 但是問題就是 加密貨幣 它的競爭對手 是黃金 而我們不知道 哪一種加密貨幣 會贏 而今時今日加密貨幣 一路上升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是 它是ad expense of 黃金 它是take over 它一直在take over 而黃金當初 就是擊敗了白銀 因為白銀 它有了工業用途 之後 已經不符合了之前的貨幣條件 黃金就take over 白銀 黃銅 它就take over 好像不是absorb 它去黃金 即是本來黃金和白銀 到19世紀 仍然是雙本位制 在可見的將來 它仍然在吃黃金的位置 當你吃完黃金的位置之後 於是就變成了 加密貨幣之間的PK 就變成好的加密貨幣之間PK 但是現在一起攻城藥地 即是說 是西方一起吃 一起在侵略東方的時候 大家就不是西方 當侵略東方之後 列強就會開始開戰 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會發生呢 就是因為德國覺得 我給你法國 英國都搶了這些地 我後來的俄羅斯搶了這些地 我沒有了 那我就去了 但現在還在大家 在街上攻城藥地 搶了黃金 搶了儲備地位的時候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邦 我們會談談港文 第一單港文就是 其實在深夜 政府的刊憲 說要強制檢測 有些變種病毒 地點就包括柴灣的興華兒村 尖沙咀的美園大廈 和東蔥東回城和海提灣半 附近的地方 其實香港又開始有些變種病毒的株出現 即是有些輸入的案例來的 其實香港的疫情會不會有些不局明朗的因素 會令它反彈 有可能 因為第二波一直在反彈 因為第二波一直在來 希望大家可以守住 打多些疫苗 或者之類去處理 我都可能在兩天之後打疫苗 問題就是 那件事是必然發生的 你喜歡也好 你不喜歡也好 你怎樣算也好 最後會發生 所以大家就要好小心 因為大家已經 全世界大概在六月之後 會重開到西方國家 那如果重開了 會不會再一波 會再在印度再發展過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很大 所以大家都是要自求多福 因為現在其實那些輸入個案 其實除了有時候 可能會在內地有些輸入個案 其實在南亞那邊 因為香港都有一定數量 一些南亞裔的人士 其實他們之前回到淡親 回來 就令到有些案例輸入 還有在外用的群體 例如印尼 菲律賓 其實他們那邊 都有一些情況發生了 所以政府就想做一些強制檢測 甚至是要他們打疫苗 才讓他們回來做事 所以措施就越來越緊 措施會有點收緊 我相信會比較強硬的措施 希望大家自求多福 如果身體健康就盡快打疫苗 都會對防疫有幫助 有心血管疾病就不好了 如果大家關於心血管疾病 可以看回我們今天的要問 有一個研究就發現了 這個新冠病毒其實是一個血管疾病 未必是一個呼吸道疾病 詳細都要多些資料去看 今天另一宗講問 其實政府有發展局 向立法國提交一些文件 想就新界北發展撥款申請 拿一些錢 那裏其實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有七億多 其實希望去新田、洛馬州那邊 做一些前期的研究 還有一些工程規劃 另外兩億多 這車技就會是一個新界北的新市鎮 和民感度的物流走廊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早一陣子政府有說 在洛馬州河濤區做一些高科技發展 可以和深圳多一些對接 基本上那七億多 其實希望在那個位置 做一些類似科技員 擴展了的東西 並且可以多一些進去 另一方面 以政府的性質化的邏輯 其實就是有一些經濟或工業的東西 在一個地方 那你附近就要多建一些樓 一般而言都可以擺多一些人 但就希望可以 將那裏做一個社區 就不只是工作 有些人可以住一下 有整個社區的發展 那這個當然好 但到最後 我很懷疑到最後 出來會不會有人阻止 發展的可能性 但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不知道 現在說的 新車10億撥款 要做一個研究 究竟一個研究 要不要做10億 我也真的不知道 那些工程 但政府很多時候 無緣無故 這件事是研究 這件事是研究 這件事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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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 規劃是規劃很長時間的 一搞就搞 起那些骨灰鵪 起那些超級殯葬 就搞了十幾年 全都是規劃的 我不明白為何 有這麼多規劃 而且花了這麼多錢 那些錢全部都是搞了這些無謂的事情 我不是說搞一件事 不行 但不知為何花了很長時間 特別花了很多錢 而這兩件事是必然的 很多錢和很長時間 長時間當然是多錢 對不對 這兩件事是甚麼 我不知道為何要這麼多錢 我可以說 那件事是不應該的 其實很多政府 就是想發展某個地區 或者想做些事 先做一個前期研究 變了其實你做一個前期研究 你半屆政府的任期就完了 變了這個波就推了下一屆政府 然後你要再建房子 那些工程要招標 然後你又要做甚麼環評 然後又要跟地區人士談 那搞搞一下 其中一個過程 就是有些人不滿意 或者有些人想搞你 那整個過程又要重新來過 所有才說 所有本土研究 所有的發展商 所有的官商都不是 我看多的是 為何要搞十幾年 就是因為那些人 把這件事做得這麼長 做得這麼貴 其實根本就不用做得這麼貴 就是地區根本就不用賣 根本上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把整件事減低的話 減低的時間 我不明白為何要減多時間 為何要有甚麼諮詢 諮詢是不肯的 難道你不肯的話 你不上碼 你不肯的話 你不肯的話 如果政府覺得對的話 就做了 現在今時水深火熱 你還跟你說諮詢 難道打仗是要諮詢 現在收地就是打仗 是的 其實呢 還有新界那邊的發展 其實它的部署 明日大嶼 就是很未來性一點的 其實不是可能 20年之後才有 是的 20年之後才有的 但是其實這個新界北 或新界東北的 等於再發展那些 其實你希望 其實20 即三幾年 就可以出現的 變成可以銜視得好些 還有 你會保持有些東西出現 可以舒緩到一些需求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整件事 都要幾年的 只要去新界東 你都要五七年 最快 你才會開始搞到 如果你再照這些研究報告 那些就搞了十幾年 所以其實 你都不要以為 很快可以搞定 基本上 我一聽到研究報告 我就討厭了 我之後有些研究 就是說 都要探討那些什麼土地 都要做一定規劃 規劃是需要的 但是他們規劃會花很多錢 以及很好的研究 其實這些是政府規劃做的 我們要不要給街上研究呢 我都不太明白 他們為何會做那麼多次 其實都是貪腐 結果就是在街上 那些朋友都把所有的錢都貸了 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是挺有趣的 因為他做了很多規則 他綁死自己 但他又不會跳出那些規則 因為上一手做 也對我一直做 跳出了就是我犯錯 所以就要跟著做 就要那些規則 那就可以推了 所以這些事情全部都按 我都沒話說 所以他剛剛提交了文件 其實以立法會的速度 其實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都會批的 那我們又看看另一宗港文 大家其實昨天在社交媒體都知道 其實港台這陣子有很多動作 第一就是李君雅 那個記者大家都知道 一個挺勇敢 或者是他很激動的記者 變成他做了一些 即是他接下來就不會獲得足藥 其實今個月就會離開港台 他不是很勇敢 他不是很勇敢 好嗎 OK 我不明白 你為什麼會說他勇敢 你看什麼新聞 不如你講講每一天 都是看蘋果 你看新聞全部錯了 你要再看其他 OK 我告訴你 他如果 以黃絲的角度 他真的勇敢 他應該直接不做 他現在李君雅 是最初的時候 以為沒事 一群人大家一起溝通 19年的時候 大家一起溝通 他勇敢是因為覺得有cover 如果他現在都敢走出來 去抗爭 去走出來 那就叫做勇敢了 對嗎 對 對 你如果用黃絲的角度 即是說今時今日 你還敢對抗這個 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 你還敢走出來叫 那你就會勇敢 他有什麼勇敢 現在春天有什麼勇敢 有什麼勇敢 好勇敢嗎 我看不到 就是這樣說 黃絲角度有什麼勇敢 你不要看那些壞了 我們看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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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部看對家 我們看那些 我們看那些 但我們是被洗腦 明白嗎 我們看多少都沒事 正如那些 我們看多少 有些人看多少 藍色的 而是錯的 即是藍色很少 以前紅色的 而是錯的 即是六幾年的時候 七幾年的時候 有很多 他們是不被洗腦的 明白嗎 即是你被西方洗腦的愚蠢 就好像當年的時候 被東方洗腦的愚蠢 對其為愚者則一也 明白嗎 我們看那些 我們看那些是不信的 或是自己會對照 對照兩邊所說的 對照兩邊所說的 怎麼勇敢 我看不明白有什麼勇敢 你還要用黃絲眼光 你不要聽那些宣傳的文宣 你把文宣當事實 我們就用黃絲眼光去看 你有沒有走出來抗爭 你用什麼勇敢 是不是 你走出來今時今日 走出來抗爭 你走出來今時今日 你用什麼勇敢 你都要想保住你飯碗 用什麼勇敢 你夠膽 我不管 總而言之 我很討厭這個政權 我很討厭這個 走出來說 我走出來罵你 那就叫勇敢 即是你要把那些定義 不要咬了 看了那些東西 就自己照單傳收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本身 本身是有邏輯的錯誤 即是說 我都說 就從黃絲角度看 他也是不勇敢的 那他來的 你可以這樣說 那個一立了國安法 就 一立了國安法 就做一支 測旗去撞那些警察 那個呢 愚昌和勇敢 一線之間 那個女孩說 愚昌和勇敢 你如果明知道有這樣的後果 而你去撞 然後坐幾十年牢 坐十幾年牢 你都不後悔的 那個叫做勇敢 如果你知道有這樣的後果 不知道有這樣的後果 而去勾撞到最後抓了 然後每天在監獄裡扔春袋的話 那個叫做愚蠢 好 而他們大部分都是愚蠢 因為他們沒有人是想到後果的 個個是想著沒有Kelsea的 OK?行不行? 好 那掌知識 釐清的概念很重要 那除了利君娜 沒得罪他之外 那其實現在港台就說 其實我們網站的節目 百年就會剷除了 那他們就順手就會剷除 youtube的舊節目 引起很多黃絲 或者痛心港台的人 我們去back up 或者去留住一些片 那這樣 變了就是 現在其實 其實 港台都面臨一個 有新冠上任 有一個很大的整頓 那變了其實 接下來我們都可以繼續看看 港台還有什麼節目可以做呢? 或者是他其實會變成怎樣呢? 會不會就是 一二一林鄭都做主持 那現在林鄭都做了youtuber 那現在這樣吧 Donald Trump也出twitter 所以他不是做主持 但是林鄭做主持 對他的問題是 有誰想聽林鄭說話呢? 我真的很懷疑 其實我都不明白他做主持 因為都很奇怪 要他親自去訪問選委 其實這是不是他連任工程的一部分呢? 我不知道 但是他連任辦公室是做了出來的 那關於港台 我想當年我要呈現一件事 就是當日我說 港台是炒了葳榮賢 據說 但是他說沒有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 最近他們好像被訪問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大約是 他們被訪問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剛剛昨天發生的 前兩天發生的 就是他們兩夫婦 就是林鄭榮 就是想一個 被別人拿出去 拿出去講 有一個是 做節目的時候 就提出了 他們是 被訪問的時候 就說 買了三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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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女兒就一人一間 那些人就說 你為什麼這麼有錢 第一就是 是被藍絲圍工 記住 是被藍絲圍工 第一 第一 劉超榮也叫做有頭有面 屈榮賢也是有頭有面 屈榮賢當初的時候 是香港的最頂級 就算不是最頂級 都是最頂級的記者之一 頭來因為要照顧女兒 所以才離開了辭職 他們有踏樓 有幾天進樓 我覺得那些藍絲 好像覺得很酸 就是覺得他們有錢 我不明白為什麼 為何會有些圍攻 會有些圍攻 因為主要都是一個 好像叫做 魚飛 叫做中國文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那些人 就會說他 就會說他 就是問中間 找兩點 為什麼他們這麼有錢 就是說周潤 幫港出聲成員 幫港出聲成員 幫港出聲的成員 輪流入市 就是說好像幫港出聲 就賺了很多錢 這樣說到 那個是一個人 一個是很出名的人 叫做 是 應該是 魚飛之旅 那就是去寫的 但是 好像有一點點 很奇怪 他說 是Youtube的網上 跟梁榮忠 說人老了 蘭子說人老了 是不是打算 接著 在半年前 現在嘗試唱 就給那些廠 說幫港出聲 都是很有錢 為什麼 但是其實 其實 林出來的那間屋 我告訴你 為什麼三個女兒 每人在一間屋 每人在一個單位 其實他們每一間村屋 哦 就是三屋 每天一間 所以就 但是問題 我覺得有些屬於藍絲 他們在挑撥離間 是很不對的 那 說著周庸 周庸都是一代人物 當初的時候 他搞 搞Recruit 搞什麼 都是有聲有息 或者是做 他搞PR都OK 是 他其實很早 18歲的時候 都跟 其實周庸 鄭兼航是同一個老闆的 嗯 我想他的老闆都很喜歡英俊 是周庸年輕的英俊 鄭兼航當然也很英俊 鄭兼航是很喜歡英俊 因為他老闆胡仙 就是單身女人 很喜歡英俊 所以兩個同一個出生 一個走去民主派 一個走去建制派 但問題就是 周庸呢 之後 他們就一起加幫助 周庸我想 1750萬首次買 薄芙林碧窯灣 是很平常的事吧 就是以他的往績 以他的資歷 去買這個字 也不是很出奇 正如 林超雲有幾乘樓 也不是很出奇 至少他是很著名的 而且他很努力地做很多 做很多不同的事 一路跑來跑來跑來 很辛苦 我也覺得他很辛苦 屈榮賢是很出名的記者 我覺得 現在當時做記者 2000年的時候做記者 是很高人工的 做記者十幾二十年 好像他那樣 連借兩百萬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現在的樓價便宜很多 所以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但無緣無故 有些很酸的人 去說這件事 說得好像幫我出聲 令到人覺得 又要找兩點 又要是甚麼 我覺得心態是很差的 其實這件事都很奇怪 如果 如果我是藍絲 如果我是真心是覺得 大家同一個陣營 應該是可以 是可以 有些很好的生活 然後可以繼續 貢獻這個陣營 那些文人很酸 找不到這些文人 很酸 看不見得 這是我們大家都說的 譬如 陶傑 或者魏康 他們都會覺得 那些不得志的文人 會很酸 這也是挺神奇的情況 因為 如果我是一個藍絲 如果我是真心 是覺得 大家同一個陣營 應該是開心他們的遭遇 而不是說 下井下石 鬼打鬼 當然 這種很酸的狀況 亦都是 同時間 亦都存在了很多 不同的陣營 就是網軍 就是文人 現在網軍 以前的文人 就是現在的網軍 就是出席上 很不抵得 很不抵得 人家生活過得好 因為自己那麼辛苦 讀那麼多書 所以叫酸 文人 你窮酸 這個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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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的字 就是這樣 酸 就是很酸 酸悲酸 酸溜溜 經常都這樣 而這件事不是在藍絲上 但這件事就是藍絲 所以我們就拿出來說 其實很多黃絲都是這樣的 大家都酸好 不少人 賺到錢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我們 今天新聞聯播的耀文 都知道 其實就算無遊 怎樣也好 你自己過得生活好 一定要自己努力 那你才可以 就是 不要那麼酸 因為酸又很辛苦 那些人看不順眼 覺得這個又不好 那樣又不好 明明那些是你都叫做同路人 那為什麼要去酸自己的人呢 那變成了 令到他之後 貢獻少些 或者大家在那裡吵架 何苦呢 是 好 那我們今天講文到這裡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 拜拜 各位觀眾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那我們就到兩岸國際的時間 第一宗新聞 就比較長一點點 就是因為 這個 在中亞的吉爾吉斯和塔吉克 兩個國家 其實他們最近有些衝突 其實在近年來講 他們上一次衝突已經是 在2015年的時間 其實他們 有一個都很標誌的地方 就是 這是一個塔吉克的領土 但是是一個非地 它這個非地就位於吉爾吉斯裡面 而這個地方 因為被吉爾吉斯包圍著 而大家的領土爭議 其實就源於在蘇聯時期 一些 不知為什麼 那些領土就變成這樣 而且那裡也是通往 吉爾吉斯其他國家的領土的地方 唯一一條公路的地方 所以變成了 就是有些衝突的伏線 而這個衝突 其實就是 吉爾吉斯就說 死了31人 還有很多人受傷 要一萬多人疏散離開 其實他們的爭議 那個導火線就是 因為附近 就有一個供水設施 大家可以 如果我們有些圖給大家看 就是Google Earth 地圖 顯示了 就是有一個水庫 然後他們就會流到附近的工程 你要不然我們還給我們這些製作人士 好啊 會的 變了 就是 他們打算安裝閉路電視 在那裡看著你 但是就覺得 這個是不行的 然後大家本來就扔射仔 好像印度那邊 扔一下 突然之間兩邊防軍隊就介入 然後就 然後就射去 其實最近 過了一兩天之後 這件事就停了 而且他們也調停了 俄羅斯 可以說一些補充資料給大家聽 其實他們兩個國家 成千多公里的邊界貼住 但其實差不多有一半 大家都還沒說得到 兩個國家應該 應該塔加就有大概 塔加是一個 好像一個種族來的 塔加是一個種族來的 應該是 大概有九百多萬 那吉爾吉斯就六百多萬 但是問題兩個差不多 那麼他們兩個都是在 都是曾經是中國地方來的 嗯 至古以來都是中國領土來的 但是在後來就割了給俄羅斯 就是割了給俄羅斯 所以就變成俄羅斯變成蘇聯的領土 其實主要是這樣 當初的時候是屬於中國 是 那麼 剛才說呢 就有一個水資源的爭議 那就是一個水庫 那麼水庫呢 其實也挺棘手的 因為呢 它現在實際上 就是吉爾吉斯的控制之下 其實它就會為吉爾吉斯 以及塔加克 還有烏茲別克 供水 其實呢 這個東西 在水資源 在中亞來說都挺寶貴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亞其實都是 水資源缺乏 它們又不是林海國家 變成 你水的耕田 整個各樣的東西 都要靠那些水 而 而吉爾吉斯為什麼說 水庫是他的呢 就是說 水庫是我們給錢的 但是呢 塔加克就拿了蘇聯的地圖 文件出來就說 不是啊 那個水庫組在塔加克的領土那裏 那大家就爭了 因為當時的時候 蘇聯是大家一家親的 所以呢 周時這些地呢 只要是那個 蘇聯那個 最高蘇維阿 一說 那就可以了 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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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到了最後 還會出現真硬 其實很多問題 譬如 哈蘭 或者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 都是這樣 克里米亞 所以說 本來不是我們 我們當時就告訴你 所以 當時你父老 但是現在 喂 當初你父老以前給了你 但是現在 你跟我分開 跟我做仇家 那我麻煩就要拿回 拿回 所以有很多這些問題 如果你一分裂了 就是以前的時候 沒有所謂 荷包真的兜土 現在就很大所謂 是 還有這個吉爾吉斯 還有這個塔吉克 其實都跟中國接壤 就是在新疆那邊 那我明顯 因為它本來是新疆的部分 是的 而它附近 都連著很多不同的國家 還有他們 吉爾吉斯 其實它跟俄斯 都關閉的 還有美國都掛得很好 因為資料顯示 它首都那裡是有一個 之前美國是有 參與到 就把一些人放在那裡 而在之前 即疫情之前 吉爾吉斯其實 情況都挺好的 那它的央行 曾經試過外匯署 給了30億美元 我想對一個小國來講 就是對一個 發展中的國家來講 其實 它那個 都做得挺好的 但是疫情開始之後 就很麻煩 因為吉爾吉斯 它人口大陸百萬 其實它有 差不多六分一人 都是出去外面打工的 疫情一來 大家都要離開 回到那裡 那你沒有錢 之後 你又有很多 疫情的困境 令到很多 不滿的情緒 因此 有一件事 倒火線爆了 然後 兩個國家 就有一些 因為它 一來以來 都有很多衝突 在那個地方 就令到這件事 又重現了 那我看看它之後 會不會一直發展 變成一個 比較熱的戰爭 那這個 要再 有待觀察 那如果它那裡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另一些文章 就說 它其實 因為一打一路 其中一個戰略 就是在鐵路 就這樣 穿出去 那其實它們如果 國家混亂 其實是不是會令到中國 其實都被迫害了 除了阿富汗 都被迫害了 一打一路 所有的都被迫害了 一打一路 所以我都說 你基本上不用去 什麼 只要在那裡 阿督市 就搞不定 你只是希望 越來越好 在美國的策略 因為你在那裡 搞正 是不可能的 搞一個親美的民主政府 是做不到的 另一宗 國際新聞 就是 在北京時間 4月29日 有一個解放軍的青年典型代表座談會 央視報導 之前在中印衝突裡面 受傷的團長亮相 他的衣服 拍到 那位團長叫奇法寶 他有一件軍裝 很多榮譽勳章 還有他頭的左側 雙巴都是很明顯的 那個人呢 今年42歲 其實 他是一個南疆軍區的邊防團的團長 他當時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因為 他們本來想著 大家講數 有誠意談判 就打幾個人去 按照他的故事 這樣說出來 跟他自己講的故事 對 就是本來想著 我們不想打架的 我們想去聊天解決問題 那就打幾個人去 怎樣去到 就被人伏擊 就是打得很厲害 變成大家就激烈交戰 最後團長就頭部受重傷 而他其他隨團的人都犧牲了 其實他們那次是傷亡 大家互相傷亡都很慘重 但是就沒有出槍 所以就說 中國出狼牙棒 印度的人都掉了 所以現在出來做一些外宣 其實這個中印衝突 其實現在 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 最近本身 有一些官方的媒體 他們出了一些 諷刺印度的一些圖片 雖然很快就殘了 但其實都好像 激起了一些人的衝突 這樣 是 但是我相信 在印度那個疫情 這麼厲害的時候 中國不會 中國如果是落井下石 去打他 就會變成千夫所知 所以中國不會這樣做 所以現在是送回一些人道物資 走過去 那個是 其實當年 當是中國的時候 當中國有事的時候 初初有事 印度都有送了一部分人道物資過來 所以整件事很普通 但是在這樣的話 大家暫時會先停戰 對 最好就是不要打仗 因為打仗都真的很煩 你搞亂了整個地方 大家賺不到錢 這件事都很辛苦 另外還有一宗中國新聞 其實大家知道 就是五一假期 就是放幾天 其實 中國的交通運輸部 就預測 全國各客運量 就成為2.65億人次 有很多不同的旅遊熱點 但主要都是親子遊 長線遊 自由行 這些最慶成的方式 還有 北京、青島和重慶 都是一些比較熱門的旅遊地點 而這一個 都是 疫情之後 放那麼多人出來 中國看來已經大部分地掌握到疫情 武漢當然做了大外宣 但我相信 整件事要看兩星期之後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令到疫情加劇 不要太開心 要看兩星期之後 兩星期之後 如果沒有事的話 大家可以覺得是甚麼 如果有事的話 雖然以現在的狀況 中國都不怕 再有事再封閣 他們已經很習慣這件事了 講幾個地方 上次開過的時候 也有少量爆發的 但他們也是用封城去處理了 這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措施 也挺有效的 因為我之前聽說 北京可能某個小區爆發 就立即被人禁止 然後逐個檢測 就是那些真的有科學以上的檢測 就是兩個星期內做兩次 變成是你搞定了 然後才放回你的人出去 香港也是遲了一年 才做甚麼 在我這裏做 不過遲了一年 甚麼都慢一點 政府沒有執行令 還有因為那個 強制檢測 真的強制 因為一開始 其實香港 他做一些封區的措施 其實他是封完檢測了一下 不理會有人出去 或者檢測完那一刻 你沒事就沒事 還有 香港的檢測 周時 濕牛腿 那些人就隨便掌 插鼻 那些人就不斷插 有些人是很痛的 但我那隻插過 就完全不痛 我懷疑 那些人也不是插到足夠深入 所以就完全不痛 其實 因為 哇拉 其實 最有效方式 最有效方式插時間 喔 要光探嗎 對 最有效方式插時間 光探不探光 探光應該比較穩陣 因為光門 應該 從那些水管 從那些水管 惹了病 可以得知 光門肯定有病菌 病毒 即是不用問 如果那些污水管 你就不會惹到病毒 對不對 對嗎 所以污水管病 即是代表你有很多病菌 所以探光應該是穩陣的探鼻 探鼻 因為探鼻你會弄不到 但探光一定有些糞 但我相信當然是沒有人可以接受 是啊 我自己 因為我差不多兩個星期要探一次 變成其實 在我家樓下 清衣 在中央工作 其實手勢都不錯 至少我不痛 有些感覺 但不太痛 但後來去了華大基因 它好像想把棉花棒捅入我的鼻 真的很辛苦 但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是否痛師有事 有人告訴我 如果你要洗牙 你要痛才好 是嗎 OK 至於你說光探 之前中國傳過的消息 有過韓國旅客 不知道去北京 然後發現要光探 覺得很慘 我的朋友 這段時間去了北京 想去那邊有些事情做 我經常笑他們 說我們要去光探 我想沒有人願意這樣做 就像說笑一樣 但實際上 比我絕對不願意 是的 我們今天的兩岸國際消息 就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好 多謝大家 記得like share 和comment 和subscribe 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還有希望大家 利用大家的社交媒體 將我們的頻道的連結 傳給你的親朋戚友 等多些人關注 和多些人看我們的亞洲電視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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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